今晚做金银蛋菠菜 材料简单 皮蛋 咸蛋 蒜头 名贵菠菜 为何名贵呢?因为这些不是在街市买的,是在超级市场买的 顺便 $22 几有型 一根 批了去 很名贵 煮好了 第一样东西 先蒸熟咸蛋 皮蛋就不用蒸,因为皮蛋本身很爽 你说不蒸可以吗?没有说不可以的 滚起的时候 打蛋下去也可以 煮十几分钟 皮蛋就刮这层东西 有些是软一点,这个是硬一点,我淋水 淋水后泥就会会软一点 淋水后泥就会软一点 淋水后泥就会软一点 当然要细小它 蒜头放多少呢 喜欢吃就会多一点 我很喜欢吃 我觉得可以杀菌 觉得而已 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很多菌 搞定 那些菜呢 不要那么大条 一边盐一边盐一边盐 一边盐一边盐 一边盐一边盐 这么名贵的菜应该没泥制 切好它先 咸蛋 首先第一样东西呢 炸了些蒜头先 炸香一点就 容易入口 好了,这里差不多了 接着 拌咸蛋 放入鸡汤 接着 加些什么呢 加些鸡汤 鸡汤从哪里来呢 是冰鲜鸡 鸡汤从哪里来呢 加些 皮蛋 咸蛋 让它煮起 煮起 煮起了 就加些菠菜 好心机可以先放下 有些人就炒一下菠菜的 我不炒的 那就算了 有咸蛋有咸味啦 有鸡汤有鸡味 煮起呢 试一试味 是不够咸的 不是 想起来很想吃的 有咸蛋黄 有蒜头 今天呢 煮了 这个金银蛋 菠菜 用了冰鲜鸡汤 好吃,菜滑 很好吃的金鸣蛋原菜 蒜头你不适合? 试试 爆过 嗯,吃到,好吃 味道很香 汤底可以吗? 很棒 正种鸡汤 刚才虽然加了这么多蒜头 但没有多少蒜 很受欢迎 鸡汤 我们都在清晰 很烦 但你收入了吗? 分配